這個非法社團裏面本身的成員 即是說他作為成員是非法 他作為幹事是非法 而他是以成員身份行事是非法 他參與這個非法社團的集會是非法 另外一些人士 他如果提供金錢去資助 或者去援助他 或者提供地方給他參與這些集會是非法 所以他針對任何人的行為 都是按社團條例所講的法律 去判斷某一個人的行為 是否違反香港的法律 除了社團條例所規限的一些刑事行為之外 當然香港還有其他的法律 任何的行為 如果受這些法律的監管 也當然要負上法律的責任 至於執法部門採取什麼行動 去針對非法社團行動的細節 我們公開去討論 但是執法部門當然會依據法律去處理 BjO JES JES A